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 可知谁愿承受岁月无情 你干嘛离我这么近 太无情了 变天 多少人曾在你生命充满了忧患 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 OK 什么是爱情啊 能吃吗 爱情故事爱情电影类的 我还是喜欢看森林类的 像不像爱情那种了 看家村型的 我在小学的时候暗恋一个女生 一直没给她表白 我觉得这是最遗憾的事 你难道小学的时候没暗恋过什么 不就是很遗憾吗 我小学的时候还真没有 我小学的时候我跟你说 我到六年级的时候 我在电视上看到那种音频 就是接吻的画面 我都立马换台的那种 真的 真的 我六年级的时候我还那样 立马换台 没有遗憾 好好随时 没太多努力 没人都在强大自己 不得不留遗憾 你们都这个样子是吧 我重新来 我重新来回答一下 我上 我上学最遗憾的 我上学最遗憾的就是 我上三年级的时候 作文拿了42分 因为百分45 少为三分 明明能答对 但是我答错了 你们都这个样子 我每年会看的嘛 每年都会去看 去看的电影是 大大听动 大大听动 没在跑 我分什么片子吧 对 什么片子 手机上看 手机上看 比如说编金刚啊 或者就是漫威那种的 对 就是它有这种爆炸感的 就是它比较大制作 就会去电影外看3D的 会比较 比较有震撼感 但是像 比如说一些 清新类的片子 对 可能会在手机上 看的比较多一点 有 不经常 不经常 人生一两次吧 我不可以 但是我认识那种 就喜欢你上帝是导人 看电影的人 就他要知道 这个整个剧情是什么样 他才愿意看这个电影 What 一生所爱 我是那个前一段 那个无名之辈 王思龙老师唱的那个 我觉得很适合 在用在电影里玩 一生有你 不说 不愧是对象 即兴的吧 对 因为 变远科长 我老师会让我们 做很多即兴的东西 比如说 一个 你想象一个火 然后你变成了一个火 我觉得还比较难